大家好 最近因为建了一个工地 所以急着用这种手电钻 去实体店里面买了一个 这种手电钻是无刷锂电池的 它这种电池也是功率比较大的 说是42V的 因为我邻近的时候 它那种钻要打孔 是普通钻 所以我没有那种冲击钻 就是电池的 因为它那里拉电也不方便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功率比较大的 锂电池的手电钻 无刷的 是42V 但是用起来效果还是可以的 听到这个声音还是蛮大的 像它这里有12档 2档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打这个墙体 就是说那种普通石砖就可以打 你像如果1档的话就是你像那些小螺丝啊 或者是什么的就可以了 像我用这个手电钻钻钻墙 就像这样子 一天可以转100 就是将近100多个孔吧 一个电池 因为它这个价格 实力店卖的是比较贵 但是网上也看了一下这款 也是要200多 我在实力店买的话是200多 因为邻近的话是要急用 本来我是打算在网上买一个一套的 就是有 手磨机 还有充机钻 那种普通的牌子也才六七百块钱一整套 像我这个 单单一个这个就要200多了 但是它配的就是 配的是双电池 一个充电器 还有一个盒子 像我们钻那种普通磁钻的话 就是说用这些三条钻 像这个三条钻就可以钻那种普通磁钻 我们就说不用到充机钻去钻 像现在换这个钻头的话 用手抓的话是基本上扎 怎么扎不住 要很大力气 所以这个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款手电钻 我很推荐大家去用 是蛮好用的 它是无刷锂电池的 就是说无刷的 现在很流行这种无刷的 好了 我们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觉得这个手电钻怎么样 重量还是可以的 磨管还是可以 大家觉得我这个价格买的值不值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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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